沒有錄音 沒有錄音 對 好 那Coface的話就是最早已經累積了大概四年多 然後 我們把就是 所有的就是 東西都放在我們的共筆裡面 就是包含說 這四年來每一週開會的所有會議紀錄 甚至都在上面這樣子 對然後今天大家就是非常感謝大家來協助 然後我們有寫存室的前輪工程師也有幫忙就是在 精進我們的資料庫的平台的內容的 那非常感謝Yula她直接在今天就認領了兩個e-sue 然後幫我們修了一個 pull request 然後這個地方是這樣子的就是 我們其實在EY的呈現上面 我們去過去在那個編輯小劇的時候 我們會面對到很多新的編輯 然後我們就給她這樣子的頁面 然後給她這樣子的 hint 然後我們發現說這樣子其實並不足以 讓她知道說這兩個格道要 特別要填什麼東西 導致說她其實對自己 在做PL這件事其實蠻沒有信心的 對 然後Yula這邊幫我們做的其實就是說 把上面的文字給改掉 然後把它改成一個比較親近的人的做法這樣子 然後對 非常感謝Yula幫我們把這個 這個 UI的這個地方做得更好 然後再來就是 今天在內容方面呢 就是 讓她載錄一下 今天從9點開始我們 平台上面多了11則回覆 然後我們今天早上不是 真球狂戰士幫我們的回應 就是覺得有用或沒用嗎 那從今天早上9點開始到現在呢 我們新增了192則 也就是說有192個之前編輯寫過的訊息 被我們今天的人給review了 對 所以非常感謝4000 Jefferson跟 ASD FHGH 他們今天呢做的是幫我們寫新的回應 以及 Nagy Jefferson跟4000 來幫我們把這麼多的回應來就是做一些評價 非常感謝他們 然後最後的話可能我們應該還有相當充裕的時間 對 所以最近就是來講一下就是在過去這一兩個月我們做新的東西 昨天我們其實上線了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User Profile Page 也就是說編輯可以在自己的網站上面 在Codefac上面就是看到自己的貢獻 那例如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很短的網址叫做 Codefac.tw 對 然後 這是我們的網站 然後對 Landing Page是更新的 酷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 User 實現 Mr.Warri 的話就可以進到我的 就是個人頁面 就是一個全新的個人頁面這樣子 然後可以列出說 過去回過的有哪一些訊息 然後以及就是 我到底針對多少天訊息有按過 絕對有用絕對沒有 沒錯 就是學習歷程檔案 所以未來可能 對可以這樣做 你就可以把這個東西放在一些備審資料裡面說 我在上面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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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我們其實有做一些 就是把這個東西做好之後 我們有做一些User Study 就是Pilot Study 然後去問我們認識的編輯 那今天其實也非常感謝你 因為 感謝 感謝Neggy 在 就是評價了 我可能順便問了他 就是Pilot Study 這個User Profile Page的感想 那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做這個User Profile Page 其實是希望做到兩件事情 三件事情 就是 第一個事情是這個東西 對他來說有社交價值 也就是說 我會想要把我的這個 Profile Page 給別人看 覺得真的很棒 所以你是 公開這東西 同時也會很風險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可能問一下說 他覺得說 就是自己的這個 Profile 給別人看 有沒有什麼 怪怪的地方 好的地方 這樣子 然後還有自我實現 就是看到自己的成就 然後下面是 我們問的編輯有四個 他們分別是等級14到等級16到等級17 那我們的等級 基本上是用回應的篇數來算 然後篇數是倍數數列 所以可以往上乘一下 大概是幾篇到14幾這樣子 然後 好處的話 是這樣子的 就是 好處的話是這樣 就是覺得說 真的是可以拿來找履歷了 開心 那Risk的部分 確實就是說 他會比較擔心說 這個 這個 Profile Page 會跟自己的真實身份 如果有連結的話 會有一些隱憂 會遭受攻擊之類的 那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 可是他其實是有 覺得說 就是可以 可以讓大家去 選擇做修改 就是比較好 那我們也確實 會 往這檔改 然後 對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就是 我們會持續的 繼續下去 然後 請大家就是 來看CodeFace的網站 然後 來回信的訊息 這樣子 好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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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